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工智能安全 首先给大家介绍博弈的相关概念 博弈论是一个经典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就诞生了非常多的博弈的思想 如孔子说 宝石中日无所用心 难以摘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 有贤乎义 孔子这句话的思想是说 宝石中日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真是难呀 但是不是有博弈这件事情吗 如果从事博弈的工作 仍然是一个贤人 朱熹吉祝中约 博 局系也 义 围棋也 孙子兵法等讲述兵书战法的古代典籍 更是凸显了古人对博弈的重视 田济赛马是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博弈论的故事 在田济赛马中 田济使用了以己之长 功彼之短的策略 最终战胜了齐王 现代博弈论思想的建立 是要从1944年算起 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 博弈行为可以如下定义 即带有互相竞争性质的主体 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 采取的带有对抗性质的行为 博弈论主要研究 博弈行为中最优的对抗策略 即稳定的局势 协助人们在一定规则范围内 寻求最合理的行为方式 1944年 冯诺依曼与摩根·斯特恩合作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在这本书里 两位作者以数学的形式来阐述博弈论及其应用 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 现代系统博弈论理论的初步形成 冯诺依曼不仅是人类第一台计算机的制造者 他也被称为现代博弈论之父 在进行博弈论的研究中 我们要定义博弈的相关要素 如 在博弈论中 参与者或玩家指的是参与博弈的决策主体 策略指的是参与者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案 是一整套在采取行动之前 就已经告诉参与者或玩家的完整方案 某个参与者可以采纳的策略的全体组合 形成了策略基因 所有参与者各自采取行动后 形成了态势 被称为局势 如果参与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概率分布 来选择若干不同的策略 这样的策略被称为混合策略 如果参与者每次行动都选择的是确定的策略 这样的策略被称为纯策略 收益指的是 各个参与者在不同局势下所得到的利益 混合策略中 因为参与者可以采取的策略 是具有一定的概率 因此混合策略意义下的收益 应该是期望收益 规则指的是 对参与者行动的先后顺序 参与者获得信息多少等内容的规定 博弈论的研究范式 可以如下进行概括 即建模者对参与者规定可采取的策略集 和取得的收益 然后观察当参与者选择若干策略 以最大化其收益时 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用成语而言 即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 为了更好的介绍博弈论的相关概念 我们现在给出一个穷途困境的例子 1950年 南德公司的梅尼尔和梅尔文 拟定了相关困境的理论 后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 阿尔伯特·塔克 把两位学者所拟定的相关困境的理论 概括成囚图方式 并加以阐述 在囚图方式中 假设了如下的一个故事 警方逮捕了共同犯罪的假以两人 由于警方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 所以将两人分开进行审讯 如果两人中的某一人认罪 并指证对方 而另一方保持沉默 则认罪的那个人会被当即释放 沉默者会被判处监禁失联 如果两人都保持沉默 则根据已有的犯罪事实 但苦无充分的证据 则两人各判半年 如果两人都认罪 并相互加以指认 则两人各判五年 所以在囚图困境中 我们看到参与者是假以两个嫌疑犯 我们也制定了一些规则 即假以两人同时分别决策 并且无法得知对方选择策略的结果 这里也有策略级 即认罪过的沉默 它是一种纯策略 即假以两人要么以百分之百的概率认罪 要么以百分之百的概率沉默 同时也定义了一些局势和对应的收益 如假如果认罪 它的收益是零 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必须保持沉默 则以的收益是负实 如果假认罪 以也认罪 则两人的收益同时为判刑五年 如果假保持沉默 以认罪 则以会被立即释放 假会被判刑十年 如果假可以彼此保持沉默 则假以两人各判半年 在囚徒困境中 我们可以看到 假以两人保持沉默 是对两人而言的最优解 因为他们只被各判出半年的徒刑 但是由于在这种博弈中 假以两人采取的决策 彼此不知晓 因此两人实际倾向于选择同时认罪 也就是说 两人同时认罪的这种局势 是一种均衡界 但是它不是一种罪优解 囚徒困境产生的原因如下 对假而言 如果予以保持沉默 则假认罪的收益为零 而假保持沉默的收益 是被判刑半年 如果予认罪 则其认罪后得到的收益 是被判刑五年 自己保持沉默收益 是被判刑十年 即对两者而言 认罪的收益 在任何情况下 都比沉默的收益高 所以两人会同时认罪 这对两人而言 是一个稳定的局势 其他的三种情况下 两人所采取的策略 都是不稳定的局势 囚徒困境 这一个例子表明 稳定的局势 不一定是最优的局势 在这个例子里面 甲乙两人同时保持沉默 是最优的局势 而甲乙两人同时认罪 是一个最稳定的局势 博异也分成不同的种类 如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指 部分参与者可以组成联盟 以获取更大的收益 非合作博弈指的是 参与者在决策中彼此独立 不事先达成合作的意向 也有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 静态博弈指的是 所有参与者同时决策 或者参与者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决策 动态博弈指的是 参与者所采取行为的先后次序 有规则决定 且后行动者知道先行动者 所采取的行动 同时也分成完全信息博弈和 非完全信息博弈 在完全信息博弈中 所有参与者均了解 其他参与者的策略级 收益等信息 非完全信息博弈指的是 并非所有参与者均了解 所有的信息 囚图控尽是一种 非合作不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 在博弈论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叫做纳斯均衡 如果我们说 一种博弈的稳定局势 是纳斯均衡 指的是 参与者所做出的 这样一种策略组合 在该策略组合上 任何参与者单独改变策略 都不会得到好的收益 也就是说 如果在一个策略组合上 当所有其他人都不改变策略时 没有人会改变自己的策略 因为即使这个人改变了自己的策略 也不会获得比之前更好的收益 那么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策略组合 就称为导致一个纳斯均衡的策略组合 这里也有个纳斯定理 他告诉我们 如果参与者有限 每位参与者的策略级也是有限的 它的收益函数是一个实质函数 则博弈一定存在混合策略意义下的纳斯均衡 混合策略指的是 参与者能够以一定的概率分布 去选择某一种策略 囚徒困境中 两人同时认罪 就是这一问题的纳斯均衡 纳斯均衡的本质就是不后悔 也就是说 当你做出一种决策之后 即使你改变了你所做出的决策 其他人的决策不发生改变 你改变这种决策 也未能比你先前做出的决策 带来更多的收益 下面举一个混合策略下纳斯均衡的例子 这个例子指的是 公司的雇主是否检查工作 与雇员是否偷懒 也就是说 在这个博弈的例子里面 雇主想去检查工作 看看雇员是否在偷懒或者工作 而雇员为了防止雇主来检查工作 所以他最好在检查工作的情况之下 雇员正在勤奋的工作 而不是被雇主看到他正在偷懒 因为会对他进行惩罚 这里做了一些设定 比方说我们假设 V是雇员是雇员的工资 H是雇员的付出 C是检查的成本 F是雇员是雇员发现雇员正在偷懒 而对雇员的惩罚 比方说说没收抑郁仇 当然在实际情况中一定有H小于W小于V W大于C 左边给出了雇主检查雇员偷懒 这种情况之下 雇主的收益是-C加F 而雇员的收益是-F 同时也给出雇主做出检查的策略 雇员正在工作的收益 以及雇主做出不检查的策略 雇员在偷懒或者雇员正在工作 这些情况下的雇主和雇员的收益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看到在博弈中 雇员和雇主是两位参与者 这里也有一些规则 比方说雇员与雇主两人分别决策 事先无法得知对方将要采取的选择 如雇主不知道雇员正在工作还是偷懒 雇员也不知道雇主将要来检查工作 还是不检查工作 这也是一个混合概率级的一个博弈 即雇员以一定的概率采取偷懒或工作的决策 雇主也以一定的概率采取检查工作或不检查工作的策略 那在不同的策略之下会对应一些局势以及相应的收益 如果雇主检查工作的概率是α 则我们可以计算得到雇主采取检查这个策略所得到的收益 即为T1 雇主采取不检查这个策略所得到的收益T2 雇员采取偷懒这个策略所得到的收益T3 以及雇员采取不投卵这个策略所得到的收益T4 由于这个例子是一个纳斯均衡 我们回忆一下 纳斯均衡告诉我们 其他参与者策略不变的情况之下 某个参与者单独采取其他的策略 都不会使这一个参与者的收益增加 因此他就等同于我们这个例子之中 无论雇主是否检查雇员的收益都一样 以及无论雇员是否偷懒雇主的收益都一样 于是在这样的一个纳斯均衡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得到T1等于T2 也就是说雇主采取检查或不检查的策略 他的收益应该是一样的 也有T3等于T4 在纳斯均衡之下 由于T3等于T4 我们可以知道雇主采取检查策略的概率 为α等于W加F分之H 这个概率α告诉我们 雇主倾向于通过概率α这个大小去检查工作 同理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来雇员采取偷懒策略的概率β 它等于W加F分之H 也就是说雇员倾向于以β这个概率去偷懒 因为以这个概率去偷懒可以达到一种纳斯均衡 那在概率α之下 雇主的收益为V减W减去W加F分之C乘V 我们在上市中对W进行求导 因为我们希望雇主的收益W最大 则求导之后 令所求导的公式为0 我们得到了 当W等于根号CV减F的时候 雇主的收益最大 这个最大的收益 等于V减去两倍的根号CV的层级加上F 于是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通过混合策略下纳斯均衡的这种操作 得到了雇主和雇员分别倾向于 用某个概率去采取他的策略的这样的一个决定